路易痴呆你可以看作是 阿尔茨海魔病和帕金森病的一种 中间的结合状态 大家好 我是罗希希博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朋友想让我聊一聊路易体痴呆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痴呆症是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大帽子 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痴呆症 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魔病 当然也包括路易体痴呆 它在大脑中的病理 比较特殊的是一种 叫做α突出核蛋白的异常蛋白折叠 同时它还携带有 阿尔茨海魔病常见的一些病理 包括淀粉痒蛋白套蛋白等等 这也造成了它的临床症状 是比较复杂的 主要包括有四个方面 一个是认知功能的 还有特殊的是包括运动方面的 还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神经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先说认知方面 主要的就是认知功能下降了 但是它的记忆力下降 没有阿尔茨海魔病下降那么明显 它主要表现为注意功能的患散 就比如说你给它连数字 从1连到25 它可能连着连着 就不知道连到哪里去了 此外它的语言功能下降 也是比较明显的 容易说不出一个东西叫什么 比较有特征的是它运动方面的问题 就会很像帕金森的一些体征 包括像肌肉僵硬 运动缓慢 行走困难 震颤 震颤就让它手拿出来 它会这样子静止性的震颤 此外还有会产生平衡问题 容易跌倒 还有面部表情僵硬 表情越来越少 面具脸 还有一个比较有特征的 就是睡觉方面会产生一些问题 这个就是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它就会在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 拳打脚踢 还有在行为方面 它会产生很多的幻觉 包括像幻视 幻秀幻听 所以它很容易会看到一些 平时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因此也就带动了它很容易产生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会产生幻想 坚信自己的老伴出轨了 坚信有人拿他的东西 有人要害他 会来回躲步 不安定 等等 那像帕金森病 它有的时候会伴随着自主神经系统紊乱 这主要表现为直立性的低血压 就是突然站起来会头晕 还有容易跌倒 尿失禁 还有性功能障碍 所以路易痴呆 真的是兼具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很多共同的特点 那现在在治疗方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它的治疗理论上是比阿尔茨海默病更难治的 只不过说它的一些症状现在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因为本身帕金森病现在药物研发也比较成熟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运动的症状 它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卡比多巴 左旋多巴这些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它的运动问题 此外像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白天他可能不睡觉 晚上在那大火大叫 这些可以通过安眠药或者说白天给予他一些精神的刺激来处理 还有像一些精神症状也是对症处理 帮忙调节一下他的抑郁心态或者狂躁的这种心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任何治疗都无法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只是说让这些症状减轻一些 让患者本身的生活质量提高 让照顾人的生活质量提高 好的 至此那痴呆症最常见的四种类型 就是阿尔茨海膜病 路易体痴呆 额腻液痴 以及血管型痴呆 罗西西都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搜索罗西西既晚的视频 好的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